中华民国总统大选选战进入倒数关键时刻 各方聚焦国民两党总统候选人的两岸论述 马英九上任以来强调两岸维持不统不独不武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主张两岸是何而不同何而求同 双英的两岸论述是否足以因应当前的台海局势 如果过去三年两岸的经贸交流没有实质拉近两岸的距离 那么问题的核心究竟是什么 下面请看新唐人亚太太决战2012新闻新视野大选特别节目中 两位来宾的精疲分析 纵观国民两党总统候选人的两岸论述 将多大程度左右台湾总统大选 学者这么看 总统他不断的去强调两岸关系的一些议题 那蔡主席事实上是希望能够中立两岸关系的议题 他们的两岸关系的论述都是只有策略没有原则 那这样的一种两岸论述呢 我不认为他会给台湾的未来带来什么黄金十年也好 什么未来的发展也好 我觉得不可能带来这样的前景 前北大法学教授袁洪斌认为 在谈到两岸关系 台湾朝野政治人物都回避了一个基本事实 经贸交流真的拉近了台湾的距离吗 还是说其实有其他在两岸关系上面更重要的议题 其实是没有在这次的总统大选当中被碰触到的 中共的这个集权统治 现在实际上本身也面临着巨大的政治社会危机 在相当程度上的这种政治社会危机 很可能会引发一个重大的经济危机 两岸关系目前真正的问题不在经济上面 真正的问题在大陆的政治的民主化 人权的保障社会的自由这方面 学者认为台湾方面想维持现状 但现状并不值得维护 实际上也不可能长久维持 共产党为什么一定要控制和消灭台湾的自由民主制度 很多台湾朋友想不清楚这个道理是什么 我们台湾人也不想去侵略你 也不想去打你 也不想去改变你 我们只想自己好好的过日子 他思考问题的逻辑不是以台湾人的立场 是以他自己的立场 他的立场是什么 那就是台湾的自由民主化 在中国15亿政治奴隶心底里所引发的政治示范作用 已经构成对中共集权专制的最强有力的 威胁 台海和平攸关亚太区域稳定 未来的国家掌舵者 越认清中共本质 就越能在两岸关系中看见真相 引领台湾走向未来 新台湾亚太电视张明竹整理报道